仔细看,这个沙包大的牛蹄是怎么弄成的 一看这个牛蹄里面肯定不简单 牛哥说,这种情况,通常是白线病的缺陷 那些泥土和细菌的进入,才导致腐肿这么大块 现在整个牛蹄角质已经完全软化了 给它治疗都要非常小心 使用手磨机都不敢大力打磨 只能轻轻打磨着,生怕把牛蹄打爆了 修理好表面的角质之后 再使用小刀修理边角 一边削着角质,一边按压着腐肿的位置 看看还有多厚就穿破了角质层 修理过程,先给牛蹄装上鞋子垫高起来 让腐肿的牛蹄后期可以休息治疗 继续修理牛蹄时,指剑谱吃一下牛蹄爆脚出来了 把老牛疼得呲牙咧嘴,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牛哥给残留的酱液挤干净后,就给包扎起来了 先让它恢复一段时间,再来检查 两星期之后,牛哥再次来给这个爆浆牛蹄检查恢复情况 把扎袋解开之后,可以看到牛蹄已经削下去了 恢复得很好,但是这个牛蹄的角质还松软软的 牛哥说现在要把这些角质继续削掉 这个牛蹄才能更快地长出新的角质 老牛的脚快要疼死了,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了 固定好牛蹄之后,就看到牛蹄根部有一条裂缝 看来牛蹄里面肯定很糟糕 先用打磨机修整一下表面多余的角质 打磨平整之后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凡事不能只看表面 放大镜头可以看到一个黑点 根据以往的情况来看 这个牛蹄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换上修剃刀把牛蹄深度挖开来 要把牛蹄病灶完全暴露出来 才能方便后面的治疗 当牛哥把牛蹄角质割开的那一刻 完全震惊到了 整个牛蹄已经坏死了一半 也难怪老牛疼得呲牙咧嘴 要不是怕三条腿走路摔倒 估计老牛都不想让这条腿着地 再继续修理坏死角质边角 让它能够重新长出新角质 修理完成后再把左边蹄子磨平 装上塑胶垫子保护 最后再进行清洗消毒 涂上万能的云南白药 包扎起来就完事了 老牛现在走起路来 腰不酸腿也不疼了 这只牛蹄看起来很邋遢的样子 右边的蹄子也不知被什么卡在里面 牛哥用手想把它扒下来 但是丝毫没有反应的样子 然后拿出修蹄刀把牛蹄上面的泥土抠掉 再把牛蹄的角质割开来 才能取出卡在上面的东西 牛哥倒骨了几刀之后 轻轻地就把牛蹄上面的东西承下来 现在拿出看到是一块20毫米长的铁片 这东西给老牛遭了不少罪 也不知道是去哪里采到的 换上打磨机把牛蹄表面的角质打磨掉 来看看里面是否刺穿牛蹄肉 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一直被卡住让老牛不舒服而已 就像我们鞋子进沙子一样 打磨完成后发现牛蹄脚跟有点发炎 给它进行清洗消毒 擦干净 简单地包扎起来就好了 这头奶牛的脚走路失灵了 走起路来歪歪扭扭的 牛蹄发生了什么情况 固定好牛蹄之后开始观察起来 牛哥指出让奶牛脚疼的位置应该就是这里了 先用修蹄刀刮掉脚质看看是什么样的伤口 现在看到的明显不是 牛哥这回判断失误 换打磨机把表面的脚质打掉 等下才能更清楚地找出受伤的位置 表面的脚质都打磨掉之后 就有像你早上喝的东西一样流了出来 奶牛疼痛的根源就是这里了 里面不知道有没有全部被感染 换上修蹄刀把牛蹄刮开来治疗 牛哥说现在如果用打磨机继续打进去 效率会提高很多 但是很容易把牛蹄打穿 从而伤到牛蹄肉里面造成伤害 所以只能用刀慢慢刮开来 当牛蹄受伤位置刮开之后 可以看到只是被感染了一个小洞 不敢想象要是在过段时间 估计整个蹄子就要被全部感染了 先给它装上塑胶垫子 把伤口彻底地清洗消毒 最后包扎起来就完成了 注意看 这个牛蹄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表面坑坑洼洼的一大片 今天我们来看看牛哥给它 从修理到恢复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先用打磨机把表面坑洼脚质修理掉 这个牛蹄已经一层一层地分开了 右边的塞满了淤泥 牛蹄里面隐藏着让老牛疼痛的病子 现在要给它找出来 换上修提刀对着牛蹄慢慢刮开来 牛哥说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这个牛蹄长得比较大 受力点都在它上面 所以容易被压迫引起白线病感染 谈话间牛哥已经把病造点刮开来了 牛蹄已经挖下去了一大块 看到牛蹄下面有一个溃疡点 已经感染到肉里面了 现在还算好没有扩散开来 继续换上打磨机给牛蹄修理平整一些 给它装上塑胶垫子 把病造位置清洗干净 倒上二两云南白药 包扎起来 过段时间后再回来给它复查 半个月后牛哥来给老牛查看恢复情况 把牛蹄清理干净之后 可以看到牛蹄受伤过的位置 已经恢复了一些 现在再处理掉表面发黑的角质 一两星期之后这个牛蹄就完全恢复了 注意看 这个牛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看到了几个黑点 病灶就是那个位置 把牛蹄磨平之后 就有像咖啡一样的东西流了出来 并且还在吐泡泡 牛哥在患上休蹄道 把病灶打开来 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看到老牛另一只脚一直在发动 估计是休蹄的时候疼得不行 牛哥也是怕割到牛蹄肉 非常小心地操作着刀子 看得都想帮牛哥赶紧割开来 现在先清洗掉病灶里面的泥土 放大看到受伤的不止这个小孔 牛哥说牛蹄根部也感染进去了 再继续深入处理 现在全部病灶已经漏了出来 进行清洗 再把牛蹄削薄一些 让牛蹄能更快地长出新的来 给它装上塑胶垫子 最后在伤口上扮金云南白药 包扎起来 老牛终于松了口气 包扎起来